双普会后,俄主流媒体,中共盗窃俄太空技术危害更大,俄最新研制的先锋高超英武器系统,Public Domain,在外界关注俄罗斯,宣布查获两名向北约泄漏,俄最新高超音速武器机密的时候,有俄主流媒体却发文,趁中共盗窃了俄罗斯的太空技术,才是对俄最大的威胁。 2018年3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骄傲地对外介绍,俄最新研制的先锋高超音武器系统之后又高调宣布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开始列装,但在7月20日俄生意人报,等媒体曝出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惨遭泄密。 7月23日74岁的俄航空火箭技术专家维克托库德利亚托采夫,已向北约,透露俄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机密数据而被莫斯科法院起诉。 在对该案的评论中有俄罗斯媒体发文,称同北约获得俄高超音速武器机密相比,中共盗走了俄罗斯的太空技术,对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威胁更大。 俄罗斯新闻门户网站Lanty新闻社,7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俄罗斯的飞行》,副标题《为中国盗窃了俄罗斯的太空机密》,已经没啥可偷的了的长篇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北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将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太空技术拿到手,并在极短时间内从零开始追上了美俄的历史文章介绍说, 早在60年代看到美俄在太空方面的城,就北京也开始了自己的代号《为曙光的太空船项目》,并在70年代开始培养第一代宇航员,但无法成功被停止80年代又曾重新启动结果,又再次失败停止而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中方立即开启了代号《为921项目》,并高速发展最终, 在2003年实现了神舟飞船的在人太空飞行文章说,中国人自己也承认神舟飞船是山寨了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 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得到了联盟号的技术图纸,又从乌克兰得到了用于对接的设备。 等在90年代末有俄罗斯官员证实,中方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及前苏联的载人飞船,全部技术而这都不是通过官方许到获得的,比如直接从联盟号飞船的生产厂能量,进步等工厂获得返回舱的关键零部件等,大量邀请俄罗斯专家到华讲学获得技术咨询指导。 俄罗斯的航天基地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宇航员教授,了相关的技能和技术。 俄罗斯虽然也曾试图阻止这种盗窃行为,比如不断高调对外宣布破获中国间谍案,拘捕判刑了俄太空专家达尼洛夫,以及俄科学院院设列射金、拉佩金等多位著名航天科学家指控他们向中国提供太空仪器, 防止太阳射线等各种太空技术,但均未能阻止中方的进程。 俄罗斯媒体最后凯探,说现在北京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从俄罗斯托德罗唯一剩下的航天技术明珠RD-180火箭发动机,中方也正在仿制并要求俄方专家帮助对之进行技术鉴定。 对于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政治军事评论人士康斯坦丁·杜舍诺夫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虽然目前两国之间靠着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维持着相互信任,但这两个大国之间总是有各自的利益关系,是会变得总是会出现利益冲突的,这也是俄中不可能结成盟友的原因。 ,请问!